对这个桃园巴德合一住宅弊案 远雄董事长赵腾雄涉及行贿桃园县前副县长叶士文 被收押觐见之后 赵腾雄现在认为他已经自白认罪 透过律师向台北法院申请聚保停止积压 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遭到积压半个月 赵腾雄认为自己已经完整交代了送前的动机还有经过 而且已经自白认罪 所以没有串政之余 已经向法院申请聚保停止积压 而法官预定在今天的下午两点半 就会提训赵腾雄开庭审理 有没有必要继续积压 那么裁准交保的话 赵腾雄将有可能会当庭获释